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幫大家溫溫糖尿病的概念 糖尿病這個概念 其實在考試題目中 都非常重視 對於自己個人健康來說 你都需要知道糖尿病的機制 糖尿病的機制也要介紹一下 糖尿病其實分開了兩種 第一種是Type 1 一型糖尿病 主要在全球中 大約5-10%的人 都是Type 1 Diabetes 即是一型糖尿病 而二型糖尿病 佔了全球中 90-95% 這兩種糖尿病究竟有甚麼分別呢? 首先講講一型 一型其實 到後期 其實是因為你的胰島素分泌不足 胰島素分泌不足 落到橙色點就是在講胰島素 為什麼你的胰島素分泌不足 或者血液裡沒有胰島素呢? 原因就是 因為分泌胰島素的細胞被破壞 那麼胰島素的細胞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胰島心裡 我們就看看胰島素 一種胰島素分泌 那胰島素分泌系統 分泌系统分开了两个 一个是外分泌系统,一个是内分泌系统 什么叫做外分泌系统呢? 即是胰狀製造物质后释放在身体外面 沿着管道,然后被排走 例如消化液或消化酶 都是外分泌系统的酶释出 但什么叫做内分泌系统呢? 内分泌系统的意思是胰狀或其中的器官 製造物质后,进入血液,进入血管 进入目标器官作用效能 大家记住,胰狀是外分泌系统 也是内分泌系统 胰狀製造出胰岛素 然后就沿着血管去放 所以如果你是一型的话 其实落到分泌少了 胰岛素或没有胰岛素 导致血糖水平上升 那什么叫血糖水平呢? 血液里面的葡萄糖的含量 就叫做血糖水平 好了,Type 2 Diabetes的话 二型糖尿病又会怎么出现呢? 就是因为 其实落到二型糖尿病很好 落到其实都依然继续 会弄胰岛素的 但是因为体肢包对 胰岛素的敏感度下降 什么成因呢? 可能肥胖或肛脏内 是脂肪肛 落到其实你的肛脏上面 其实有很多接收器 去接收这个胰岛素的讯息 当它 当它 运输去到肛脏的接收器的时候 因为它的敏感度降低了 所以落到它 不能够进行胰岛素的效应 将葡萄糖 转成糖原 或者尽快叫体细胞 去进行呼吸作用 产生能量的 所以到后期 二型糖尿病的病患者 都是血糖水平 去到最后都会高的 好了 那去到这里的话 如果你是有一型糖尿病 和二型糖尿病 那落到你如何去预防 血糖水平会突然高呢? 那落到呢 其实呢 有几个方法 那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小食多餐 小食多餐的意思呢 可能你每一餐的份量 吃少些 但是落到呢 你都可以吃多些 吃多几餐的 另一样东西 或者多做运动 都可以帮到手的 不过你要留心了 那有些人呢 其实落到呢 就在这里写了 那有些同学子就写了 就写了 不如打些胰岛素下去吧 那样 不过你要留心 那当你写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你要问一问自己 其实那个人呢 究竟是一型糖尿病 还是二型糖尿病 如果那个人是二型糖尿病 的话呢 其实你打胰岛素针 是没有用的 因为落到胰岛素针呢 其实落到 在二型糖尿病病患者里面呢 其实他都能够产生到 一个胰岛素 但是只是那个敏感度下降 所以落到这个方法 大家要留心的 第二样东西呢 如果你是一型糖尿病的话呢 其实你就可以打这个胰岛素针 那落到因为 其实他们分别的胰岛素不足 导致血糖水平上升 或者我们跨课题 其实会不会可以试试用 基因工程的方法呢 在短时间里面 产生大量的胰岛素出来 那落到也可以帮到 一型糖尿病病患者 不过呢 都要留心这件事 其实用基因工程的方法呢 能够在短时间里面 一型糖尿病 产生大量的胰岛素呢 其实帮助到糖尿病病患者呢 都是一型糖尿病 即是那5%至10%而已 所以同学都希望 借着这条的课题 借着这个题目里面 能够帮大家去溫 整个的胰岛里面 其实是外分泌系统 和内分泌系统 以及搞清楚它 一型糖尿病 和二型糖尿病 究竟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呢 那落到呢 希望这段影片能够帮大家去理解 拜拜